在环球易购深圳南山办公室里 一位气不成声的女子当众下跪 哀求公司的法人李勇还钱 据悉下跪的女子是环球易购的供应商 为该公司供应鼠标键盘等电子类产品 被拖欠了十几万货款 导致女子资金链断裂 员工发不出工资 工厂面临全面停工的绝境 当天在场的 还有来自全国各地被拖欠货款的供应商 据不完全统计 总金额超过了4800万 而这仅仅只是环球易购债务中的冰山一角 作为国内首家A股上市的电商公司 环球易购曾一度取得年销售额过百亿的辉煌业绩 如今却欠下7亿多债务 并于今年6月初提交了破产保护申请 究竟是发生了什么 让一个跨境电商王国就此轰然倒塌 环球易购的破产并不是今年跨境电商行业里的个例 多家公司都在面临资金冻结 损失惨重的危机 而这些局面的产生皆是源自于 那一封来自亚马逊的官方邮件 自2021年年初开始 亚马逊就陆陆续续向平台上的国内卖家发出邮件 提醒卖家的亚马逊账户 因违反平台的卖家准则存在被停用风险 违规操作主要集中在三点 一影响客户评分反馈和评论 二操纵销售排名 三人为的增加网络流量 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刷单刷评论和刷排名 显然中国卖家是将运营淘宝账号的那套用在了亚马逊平台上 其实这一系列操作在跨境电商行业里已是公开的秘密 业内甚至流传着这样的说法 刷或许会死 但不刷只能等死 因此亚马逊的邮件事件并未引起卖家的重视 认为只是平台例行公事的形式主义 但这一次平静的海面下早已暗波涌动 一场行业大海啸即将到来 从2021年4月30号开始 亚马逊便开始了大规模封号操作 超5万中国卖家店铺被封 像有棵树这样的超级大卖家有近340个站点被封 1.3亿元资金被冻结 保守估计这次封号行动造成行业损失超千亿 国内的跨境电商曾经有多风光 今年就有多惨烈 环球异构就是这场风波中的遇难者 虽然在这之前公司内部已经是危机重重 但这一次的封号无疑是压死骆驼的 最后一根稻草直接将它送上了断头台 这对于卖家而言背后的损失是巨大的 尤其是那些大体量品牌背后成千上万号员工 以及供应商的利益都将受到牵连 甚至是生计都将受到威胁 对此不少买家仍抱有幻想 认为亚马逊会因为自己的体量够大而网开一面 因为店铺被封其实是一支双向剑 首先亚马逊也会损失一笔不少的抽成营收 其次店铺被封之后引发的连锁问题也需要平台自己解决 比如已售出的产品售后问题 现有库存呆滞问题 以及处理风电卖家的申诉等等 对此亚马逊连发两次公开信 致亚马逊全体卖家信和打造值得信任的顾客评论体验 对此次的封号行动做出了回应 态度明确坚定 让大家认清形势 放弃幻想吧 疯了就是疯了 这波操作真的很被作私 就是最近花1.8亿上太空的亚马逊创始人 行业里关于他的传言都是如何花式逃税压榨员工等 真的是人很话不多的代表了 据了解到 这次被封的店铺主要集中在深圳 不完全统计 深圳有近一半的亚马逊账户都被封了 先从业绩打百亿的头部卖家开始 然后是一众几十亿的腰部卖家 接下来更多的是中小型卖家 只要违反了平台的卖家准则都会被封 都说中国跨境电商看深圳 这次的封号行为无疑是摧毁了行业的半壁江山 说到这里就不免让人揣测 为什么就中国的卖家在这次封号行动中损失惨重 而今年恰恰是中国跨境电商发展市头最猛的时刻 触犯了平台规则就直接封电 这样会不会下手太重 这是在故意针对中国品牌吗 还是说首先拿出头的中国开刀 给全球的卖家一个警示 其实亚马逊之所以突然采取行动 是受到了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压力 敦促亚马逊惩罚这一系列虚假行为的策划者 2020年TikTok在美国生死存亡之际 美国共和党领袖就曾施压FTC调查TikTok 可以说这些科技巨头或多或少都要跟这个机构打交道 面对FTC的施压 亚马逊不得不正视这些刷单问题 官方发言人也特意说明 这次行动将一视同仁 无论规模大小 一名不愿透露身份的亚马逊管理层人士 也给出了明确回应 这次大规模的封号行为并不是针对中国卖家 不涉及任何中美关系问题 被封的店铺大多是屡次做出违规行为 且明知故犯的商家 其实这也不是亚马逊第一次掀起封店浪潮 早在2015年平台上出售婚纱 以及移动店员和口罩的店铺 就因产品存在专利问题和质量不过关的问题 遭到平台的封杀 回顾我国的跨境电商发展之路 有人对此次海啸的到来并不感到意外 虽然04年亚马逊就进入了中国市场 但直到12年才向中国推出全球开店的政策 国内大量电商纷纷下海 为抢夺第一波红利 但随着产品品类越来越多 行业同质化严重 竞争加剧 蓝海变成了红海 跨境行业在经历了野蛮生长阶段后 迎来了沉寂期 但疫情给这个行业带来了新机遇 国外疫情一直反反复复产品生产受阻 而我国因为优秀的防疫工作 早早就恢复了正常生产 饱受疫情影响的国外用户 也将消费集中在了线上 加上中国商品物美价廉 成为很多国外消费者的选择 我国跨境电商行业就此迎来了第二波红利 呈现出爆发式增长 甚至有坊间传闻 做跨境电商挣大钱 开豪车住豪宅 深圳湾一号的房子随便买 根据最新数据显示 2020年我国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规模已突破1000亿元 海关数据显示 2020年我国跨境电商近出口1.69万亿元 同比增长31.1% 跨境电商海外仓数量超过1800个 2020年增速达80% 面积超过1200万平方米 然而飞速发展的背后 是整个行业的乱象横生 在邮包里面放小卡片 寄送小礼品索要好评 刷交易额 虚假评论 这一系列不诚信的行为 不仅伤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也伤害了其他那些几十万个诚信经营的卖家 在国内消费者早已对此嗤之以鼻 有关部门却始终未采取相应的整顿措施 亚马逊封号行动 无疑是让那些不诚信的跨境电商自食恶果 并在别人的地盘上做生意 还得遵守别人的规矩 从野蛮生长到疫情期间迎来的红利大爆发 再到如今的封号风波 对此我想说 做生意诚信合规才是长久之道 我国的跨境电商应该趁此机会痛定思痛 好好整顿行业的乱象 开启全新的局面 虚假操作的行为 其实在跨境电商野蛮生长之时就埋下了祸根 正如跨境电商协会执行会长王欣所言 中间将会涉及大量供应链环节 做生产的不懂外贸 做外贸的不懂电商 做电商的年轻一代又与生产端磨合度不高 而跨境意味着要对国外当地税法 财务市场都有很好了解和掌握 就拿法律而言 国内外在知识产权上存在较大差异 而我国的卖家对这一板块并不重视 相关知识也相对匮乏 因此在平台上的侵权问题层出不穷 以至于国外还成立了专门针对起诉 中国电商侵犯知识产权 插封账号以及冻结资金的律师事务所 一旦平台采取了封电操作 这对店铺而言无疑是被判了死刑 因此还是那句话 在别人的地盘上赚钱 就得遵守别人的规矩 不要去触碰平台的底线 合理合规的诚信经营 才是持续发展的根本 此外经济学里有个说法 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 仅仅亚马逊一个平台 就撼动了国内整个跨境电商行业 破产的破产 低价清库存的清库存 由此可见 更加多元多平台的运营模式 才能将风险降低到最低 跨境电商行业除了亚马逊这一个平台 还能找到其他的新出路吗 沃尔玛或许是我国跨境电商的下一个风口 沃尔玛从2016年开始 便在电商领域发力 被认为是亚马逊的直接竞争对手 就在今年 沃尔玛向中国的跨境电商 发出了盛情的邀请 欢迎中国卖家入驻 提供全方位的开点指南 助力中国制造走向世界 对于卖家而言 入驻沃尔玛还可以享受多项福利 首先就是流量 目前沃尔玛电商平台正在发展阶段 卖家数量并不庞大 平台每月超过一亿次的独立访问数量 虽然不及亚马逊的四分之一 但分摊到每位卖家的头上 将大打高于亚马逊 其次就是更低的费用 与亚马逊不同的是 入驻沃尔玛并不需要缴纳月费或店铺费用 只需要向平台缴纳相应的佣金即可 通常为售出商品金额的6%到20% 最终以签订的商业协议为准 此外 凭借着沃尔玛自身的品牌力 以及消费者的信任度 卖家入驻以后 品牌知名度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提升 这对卖家而言是百利而无一害 总的来说 在经历了这次亚马逊风号风波之后 我认为跨境电商行业 必将迎来新的发展格局 不管是再接再厉重新出发 还是选择更换竞争赛道 这个行业都将变得更加规范